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曝光 法国地中海度假圣地嘎那的一栋豪华别墅 可能与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妻 古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一案有关 而纽约时报则表示 中共当局打算在对薄熙来进行刑事审判的时候 把这栋豪华别墅作为他受贿的证据之一 有分析认为 薄熙来受贿金额本来就是天文数字 那么现在抛出这个受贿证据 只是为了掩盖他的真正罪行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详细报道 华尔街日报8月6号刊登文章 爆出法国嘎那一所别墅 可能跟薄熙来一家有关联 这是一所带游泳池 面朝地中海的豪华别墅 有6间卧房和一个4000平方米的花园 华尔街日报说 这座别墅现在的所有者 是一家名叫Francis Residence Fountain St. George's的公司 是在2001年花了220万欧元买下的 报道还透露 这家公司前后三任管理者 都跟博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他们分别是被薄熙古开来毒杀的英国人海武德 古开来的密友 法国建筑师德维尔 和前央视主持人 已入英籍的华人江峰 江峰曾经是央视政大综艺主持人 文化试点主持人 他负责卫博打理海外资产 目前是中央电视台欧洲中心站记者 他还是首届新加坡大专辩论赛冠军 纽约时报援引跟博家有联系的三位人士的说法表示 中共当局指称大连商人徐明 买下这栋嘎纳豪华别墅 送给薄熙来一家 当局打算在对薄熙来进行刑事审判时 把这栋别墅作为他受贿的证据之一 这三名匿名人士还预计 对薄熙来的审判会在几周或几天内开始 上月25号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正式以涉嫌贪污 受贿滥滥用职权三项罪名起诉薄熙来 而早前中纪委宣布薄熙来共有六项罪名 共产党实际上不敢把薄熙来的全部的经济罪行公布于众了 因为那样太丑恶了 以前据说薄熙来转移到海外财产就有六十亿美元 那么现在说他什么都会贪污几百万什么两千万 那是九牛一毛啊 以去说检控薄熙来不如说这是包庇薄熙来 乔治梅森大学客座教授张天亮指出 把薄熙来的罪行全部揭示出来 对共产党是致命的 因为他的罪不是一个人的罪行 是中共整个体制的罪行 所以只能是掩盖 把他作为一个经济犯罪抛出来 就是说他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 没有涉及到薄熙来政变的问题 也没有涉及到包括对政敌的谋杀 包括他对法轮功学员的破坏 在报道中没有揭示 张天亮预测 从中共抛出的经济犯罪金额来对比 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和前中共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刑息 薄熙来应该是判20年和无期徒刑之间 但是记者观察到 围绕博案背后各种势力的角力还在继续 8月1号传出了前中共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家族的亲信吴斌 在逃离北京时被抓的消息 吴斌是周永康儿子周斌的兄弟 周斌公司的总经理为周永康家族 清脱了数百亿国有资产 网路上最近还曝光了薄熙来在北京的两处房产 一处就价值3亿 而去年4月 日本发行量第二的朝日新闻就引述中共官方内部消息说 谷开来已经承认多年来向美英等国开设的海外银行账户转移了60亿美元 香港《苹果日报》指出由于周永康被指与薄熙来合谋政变 因此中共十八大后周永康的多名铁杆心腹被相继铲除 先是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 接着湖北前政法委书记吴永文接受审查 上月23号他的大秘郭永祥又落马 这预示了周永康糟糕的下场 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刘奇坤指出 中共内部狗咬狗的斗争虽然残酷 但他们维持中共的独裁统治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中国人应该尽早的觉悟 尽早的跟共产党划清界限争取自己的自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